我就是觉得 我现在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心里就是特别的放松 那你和春晓在一起 觉得紧张 不是紧张 就是 厌倦 春晓 你怎么来了 有点事 我可以进去吗 进来吧 你找什么呀 宇春晓 我们俩的关系 应该没有好到 你半夜到我家抄家的程度吧 彭凯璇在你这儿吗 你是来找你老公的 是 他在这儿吗 那你想让他在这儿吗 当然不想了 我看你还是想 你说你大半夜的 到我一个单身女人家 来找你老公 这不仅是在侮辱我 也是同样在骂你老公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们俩单独出去吃饭的事 惹你不开心了 但我想 凯璇应该向你解释过了吧 你又到我这儿来闹 这算怎么一回事 要不是你们两个偷偷摸摸的 我至于这样吗 还不是因为你有前科 我承认我喜欢过彭凯璇 那又怎么样呢 你要是总拿这个说事的话 我只能说你愚蠢小 心胸太狭窄了 这要多少年前的事了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这就是说要开心了 这就是说中央从脸上 中央整个人不孔 我们怎么会ff的 不怕贅 我们下半身的 优优独之后 看下半身的 一致 我真正好 不懂 敌遇到今天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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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带啊 谁说的 干什么玩意的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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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你看 快快快快 进去 行 我说你行不行 你行不行 真行 我告诉你啊 你别当真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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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黄凯璇 不是 你让我找得好苦啊 你 你这个坏蛋 我没有不告诉你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叫不辞而别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我 我就是上楼下吃点拉条子 喝点酒 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你去去去去 好了好了好了 乖乖啊宝贝 来来来 是我 是我太考虑自己了 把你们两口子搞成这样 没事 这不怪你们 这不都说了吗 不是冲你们 那你这是冲我了 算了算了 我宁愿画画画的慢一点 我也得把它接回去 我觉得吧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还是回康复中心比较好 你别来劲啊 不是 把自己老公先后送到 两个家庭寄养 是我来劲儿吗 走吧走吧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要不你在这儿住两天吧 别了 是我不好意思 今天你们俩不愉快 算我账上了 我欠你们两口子的 别客气 我说了不是冲了你们俩 你看看 行了行了行了 快快快快 这棋还没下完呢 慢点 慢点 走 小心小心小心 慢点啊你 眼油拐你不主着 没事没事 陈小 你说他这棋我 你真是你着什么急啊 我找你找了半天 你怎么没找啊 你找了 彭总 彭总 昨天下班的时候 碰见彭总的太太来找她 听说彭总昨天 在张文威家过的夜 我 彭总 这怎么回事啊 谁倒的摇 你 你太太 我 我太太 她说的 昨天来公司找你 我说你不在 她就问了我张维维家的地址 你 胡闹 你 她昨天真的去你那儿了 对不起啊 我回家好好地说说她 算了吧 你这边刚说完啊 估计她明天又要来找我算账了 那都不会 其实她现在不是怀疑你 她是不相信我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怎么搞这么大阵事 你还玩了一家出走 那倒也没什么 我就是想 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地想一想 你说 你要想什么呀 想想我们这段婚姻 我说你有什么好想的呀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你看你 现在太太漂亮 儿子可爱 事业又是上升期 你说你还有什么可追求的 我这觉得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其实我们俩原来 聊的话题挺多的 可是现在呢 我一跟她聊公司的这些事 她根本就不明白 也不愿意听 她要跟我说家里那些 鸡毛蒜皮的事 我也不愿意听 所以两个人现在 越来越没什么可聊的了 我知道了 是因为啊 你们两个现在所处的环境 不一样了 自从春雪 小一门心思地铺在孩子 和这个家上 我发现她真的变了 而且变得越来越多疑 那是因为人家在乎你呀 女人都这样 说自己大方的 那都是打肿脸冲胖子 那你的意思你是胖子 那我觉得你就是不一样 是吧 你看你现在工作也特别好 而且又特别的认真 又很敬业 而且又那么善解人意 是不是 心地又善良 我就是觉得 我现在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心里就是特别的放松 那你和春晓在一起觉得紧张 不是紧张 就是 厌倦 没没没 倒不至于厌倦 就是说不上来你知道吗 可能 可能是因为 我有变化了吧